全國都準備好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阿信阿信 這個盤後解盤的節目 今天台北股市稍微休息一下 最高的時候1467 我們來看一看1467是什麼位置 就過了這個所謂的 這個半年線的位置 那4000也就是說過了半年線位置 但是這個半年線位置 它往上收的 然後這一個大盤的部分是往下 那為什麼是這樣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的股價還是往上走的 1605的華新的部分就翻黑了 然後2303的這個聯電是跌的 就這樣的架構 台積電又縮起來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上次有講台積電的對等 對等擺動的法則 就529 就是688加上370除以2529 那你要記住的第一個點就是我愛你 就是520520以上 那基本的架構來講是這樣 那從這個節奏上來講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這個部分 這個這樣才對 那這電子是漲0.7 生計是漲0.3 生計列股其實有一些還不錯的一個標的 那我在這裡的時候有些股票 我是送給大家了 等一下我來報告一下 跟大家說明一下這樣的一個節奏的一個部分 怎麼去拿捏 那我們3037在這裡一定基本上休息 8046這裡都休息 休息一下再休息一下 那台積電漲了以後 他就會把他的這個相關的個股帶起來 第一個3374的精彩 他今天跌了 然後6789的這個財運是跌的 為什麼我給你看一下 這叫營收9億多 那到這個6.8億 這衰退嘛 然後3374也是衰退嘛 從這個7.34億 然後到這衰退 但是3443耶 3443是歷史新高 連續三個月創歷史新高 所以你看3443今天又拉上去 拉到今天的相對的高點 你有沒有看到嗎 這個就是一個架構 一個架構來講因為營收的關係 那昨天我已經有講給大家聽了 3131的這個 他就開高總低的一個架構 然後6196的 6196的環宣環宣的部分是這樣 那真的1560 我是不是講1560 因為他營收是衰退的 所以他衝上去是反映的本利比 但是他沒有續航力 沒有強勢的續航力 但是8028 8028就有 我們看一下營收 他連續四個月創歷史新高 四個月創歷史新高的同時 雖然他外資是賣超 投信是賣超 他還是繼續漲 他還是照樣站在這個叫做連線 站在連線跟站在季線之上 578連線季線之上 準備來挑戰半年線 半年線的位置就6OEU 那半年線如果再突破上去就沒有線了 就沒有線了 就關鍵的部分 那這兩天都是有增量的架構 那他股價是不是這樣 不一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來到這裡的時候 有些股票呢 我們都事前 事前來做布局就OK了 就OK 好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到這個大盤 我很快的講一講 我也把有些股票呢 送給大家 昨天我好像也有一個股票呢 跟大家做報告 就像之前阿翔跟大家講 說2023年長倍股量是指標 漲上去了 漲上去了 那真的漲上去 今天還創了近期的高點 創了近期高點 這一路漲上去 等到我們這個時候等到 創了這個高點 我們再來公告 從這裡到這裡 50%啦 從這裡到這裡已經50%啦 從這裡我在想 我從這裡到這裡已經50%啦 50% 那到時候我們再來做公佈 再來公佈 那來到這裡有的時候呢 有一些股票的節奏 我們像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80 慢慢的都沒買 都沒買 那我講說 基本的架構上來講營收 我們要講 台積電的大同盟的時候 你要看營收嘛 營收 營收連四個月創意值新高 雖然他本益比高一點 但是營收不斷創高 他應該就有機會挑戰前面這個高點 不是嗎 是吧 加上他最大法蘭股東是硬財 加上他的金屬薄化全世界最大廠 那再加上一個情況下 除了台積電以外 英威靈瑞 瑞薩 這個得宜 包含抑化半導體 都是他的客人嘛 所以他反部往上走 雖然沒有法輪 但是壓著滑水也滑上去了嘛 就這樣的一個走勢的一個狀況 昨天1560很用啊 他今天他就比他用啊 這樣了解 好吧 那這個就是阿翔在這裡跟大家講 我們也跟大家講過4763嘛 4763的這個叫這個材料創高啦 創的波段高有沒有 在這裡我們講說 大股東的成本132至130 6 今天他創多少 今天他已經147了 對吧 這事先講 然後從另外的生技類股的部分 我說獲利的部分是這樣 保瑞他不斷的往上創高 他就往上創高 你看他保瑞今天到哪裡 到421了 6446今天也跟著上來一下 他今天也拉上來喔 拉上來今天去半期喔 不論對人輸人輸定 就這樣往上走了 然後再來看一下 我在這裡講的股票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一個電子股 我是不是講說生技股的部分 第一個叫入愛 6589 你應該還記得吧 已經快要創高了 那在這裡 對吧 這954一路的來到這裡 已經快創高了 這131了 這個前面的位置是139 過139就創了這整個波段高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事前跟他講的 乳癌 那肺癌的部分6617他現在在幹嘛 他現在在等藥症 等藥症應該是這樣啦 那個時候阿翔還有開玩笑講說 如果這個月也沒有下來 我就準備給你們踢屁股 我昨天晚上做夢說你踢不到了 我只能話講到這裡 踢不到了沒機會了 這個月應該是應該在準備的工作而已 這要再踢到我的屁股不是那麼容易 這個部分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直腸癌 直腸癌的部分那時候講的是哪一個 講的是核生劑 對不對 對我說他帶量啦 來4194 今天已經262了 你會看得到 我有沒有跟你講說把4132 4132的國頂把它賣掉 賣掉一張可以換三張 一張可以換三張 70幾塊嘛 一張可以換三張的 這一個4194 對吧 4194要20通貨嘛 20通貨 你如果75塊除以2 除以3 就變25嘛 對不對 那是22 30塊21塊 那你可以換一張換三張 那未來呢 未來他的股價 我那時候跟你講說 未來他的股價會超過他 你等著吧 那你就變什麼 你就多賺兩張 那這樣了解吧 那這個架構上來講 要超過他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一個摔一個一直漲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構的一個部分 有吧 那我們再看一下 4194 再創高了吧 6472 再創高了吧 6589 再創高了吧 這個還沒有啦 還沒有創高 然後現在的一個部分是 6446 他也開始往上走了 然後6617再等藥證 等藥證 等一下 因為沒量嘛 那沒量就不好去追 因為400幾塊 但是6472 6472已經變成No.2了 那6446準備要被越過 要小心加油加油 OK好 那大概的部分是這樣 大家都還記得吧 記得我講 乳癌是 乳癌再看一下6589 對吧 然後這個肺癌是6617 這個再來的部分是4194 我已經都跟他講了 4194 對吧 好朋友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分享一下這樣的一個操作的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 那如果導播時間快到的時候 那個時間再幫我調整一下 那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一個狀況就是 我們你可以現在要換股 所以你要跟我參加我的互動群組 那這個時候我沒有換股戰鬥班 或是搶錢戰鬥班 這個部分都是可以依照你量身定做 OK好 那來講一下這一個吧 講一下我昨天給大家講的一個概念給大家聽 我說昨天的紅碩是漲停 紅碩是漲停 但是他的營收也是今年高 但是我們看中砂 中砂昨天也差一檔漲停 但是他的營收是衰退的 衰退20% 然後我說生陽辦的部分 他是往上走 但是他營收4個月是歷史新高 1 1 2 3 4 4個月是歷史新高 對吧 然後轉投資的生陽電池 或台積電的訂單 然後這個硬財 這個持股11.5% 全球最大的半導體的薄化廠 客戶有 他的客戶有台積電 英輝林 德宜瑞薩跟義化半導體 OK啦 那基本的部分來講 後面有一檔股票給大家看 這是艾爾斯 艾爾斯的股價呢 從今年的7月14號 已經創了這個波段新高 已經創了這波段新高 漲了61% 他漲了61% 我們變7月嘛 我們來看一下1560好了 因為這個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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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7月7月在這裡 7月14號 好7月14號就這裡 他是往這樣往上漲 那他有沒有過前面的高點 這個125沒有吧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8028 8028的部分那個時候在這裡 在60幾塊 他今天來到哪裡 今天50幾塊 他是不是也沒有超越那個點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去注意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10月營收連續四個月創歷史新高 前三季1.89 然後年增133 然後持有72%這個電池貨台 今天的訂單 然後等等等等 大概的部分是這樣 好不好 那這個我們很簡單的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做一個說明 好 那來到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 我們現在的時間 我們現在的時間 還有還有下一段嗎 沒有了 那有還有下一段 好那我們還有下一段再回來 那下一段回來的時候 稍等稍等 下一段回來的時候 我再跟他講 有一檔股票送給你 這樣好不好 你說什麼沒意思 你這支什麼沒意思 我告訴你 因為我因為我那時候講這一檔股票 我認為11月份他不會漲 結果他一直漲 真的我真的是昏倒了 那我今天 今天等一下會給你一檔股票 一檔 一檔會漲被股 以前我們講過 華裔是我們以前的漲被股 我們操作過這一次再給你一次機會 那給你的機會 機會在哪裡 等一下我們回過來 再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有任何問題 加我們的Light at互動的群組 好不好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注定非凡 掌握未來 星期五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製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出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来解一下 升级股的时候 我们的讲过已经讲过了 我们看一下 升阳半 10月 10月连续四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然后转投资72%的升阳电池 升阳电池已经获得了台积电大单 这个就储能的部分 硬材持有11.5% 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的薄化厂 包含SIC SIC他也要往切入 然后台积电的供应链 包含台积电英辉林德宜瑞萨 预化半导体 这个就是车用IC四菌子 车用IC四雄 加上台积电 这样了解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营收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 这个是什么 这是艾尔斯 艾尔斯是再生青年 再生青年从7月14号 涨到现在7月 8月9月10月11月 总共7月8月9月10月11月 总共4个月 4个月我们看一下7月在这里 4个月他涨了61% 他有涨吗 他有涨吗 没有 那你说中砂每涨是营收掉 那你说这一个8028每涨呢 那你这四个月是怎样 他营收是四个月都在创新高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关键的一个部分你要注意一下 OK 好 那这个我们就很简单的讲了 讲了 再来跟你讲一档股票就华育 华育的部分呢 我们看3419 3419的华育呢 3419的华育股价是这样 慢慢他已经来到这里了 他量先价型我来看一下量 他这个量已经突破这个量 突破这个量 已经直逼这里的量 直逼这里的量 这里的量已经加四万几张 直逼这个量 那所以如果以量先价型来讲 他的股价应该要突破 最起码已经要突破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是哪里 突破23块 现在股价在20块 那我们要复制的这一段 我有把它图拿出来 给你看一看 从月线的角度 这是初升段 这又初升段 那这里是主升段 主升段 要不要过初升段 主升段一定要过这个点 不然什么叫做主升段 主升段一定要过前面的高点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机会 公开送给你 不要老是遮 上次有一个人讲说 什么意思 这就遮起来 结果我们会儿 都知道这支股票 你不知道这支股票 是什么股票吗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你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的时候 你不然走 你打来问 跟你说也没关系 但是你看 你会操作吗 你会操作 你知道他目标在哪里吗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这辆股票呢 在这个地方 导播帮我放大 这个局部的这个位置 从13.6啊 一路涨到32.4 涨了138% 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去年的11月 11月 那他主要的原因是 他取得苹果MFI MFI的这个认证 取得了苹果的认证 那所以他的天线啊 这一些模组啊 这一些呢 就可以直接出给 苹果的相关的 相关的产品 跨入低轨卫星 SpaceX SpaceX的 开始出货今年 然后加上车用的雷达 那这三大体材的时候呢 创造了这一次的标涨 一支涨停 一支涨停 三支涨停 四支涨停 五支涨停 涨停完了以后呢 再休息几天 休息四天 又涨停 那休息四天 又休息一天 又涨停 連續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根涨停 那七根涨停的部分呢 如果从这里底下 算起来呢 是刚好涨138% 这样了解 那我们从获利的角度上来讲 去年的部分 我稍微拿起来 去年的部分呢 是负得0.33 因为他说切入认证 加上低轨卫星 加上车用雷达 刚开始了解嘛 但是今年 如果今年是真的 假如这七根停板是真的 从这里要再复制一次 过三二四的话 那他必须要有获利的大成长 从去年的负得0.33 到第二季的0.16 到第三季的0.6 所以到现在来讲 我们来看一看 他现在的获利 是0.54 一景是负得0.33 负得0.33 他走了这一段 这告诉你 我取得苹果认证 跨路低轨卫星 跟车用雷达 取得这一段 从13.6 涨到32.4 那经过了洗礼完了以后呢 筹码的沉淀完了以后 这些货都开始出了 那也进了新厂了 那从获利的角度上来讲 其实也不错了 那这个时候就有这样的机会 你就要去把握 好不好 那他的位阶今天也没有多少 今天才 今天这没有爆充 这就涨了8.5而已 就在这里 对吧 量仙架行 已经到挑战这个位置了 那从筹码的角度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nice的一个机会 那叫做出生段 然后这个叫主生段 就在这里 这个叫出生段 哎呦 出生段再来讲一下 这一个给你看 在这里吧 这一段 这是出生段 主生段 OK 这送给大家了 发送给大家 你不知道两天 开始噴出的时候 你又跟我讲 阿翔 那在噴出要怎么 噴出我没办 上一次就这样噴了 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五支 效果三天 又一支 效果两天 又一支 就这样 架构上来讲 你看我给你看嘛 有没有 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休息一下 然后再来 再来再攻 再上去 OK 你可以看得到是这样 这是出生段 那以前不获利 现在获利了 那获利是不是要这里滚量上去 OK 好 这个不要再跟大家多讲了 那在生计股的部分 我锁定了 第一个乳癌相似要 叫6589 这个都已经不用再讲了 我已经跟你讲到了 对不对 是这样嘛 我说投信任 这个是乳癌相似要 对不对 那再来胃癌药是6617 6617他现在在哪里 现在等药症 等药症 OK 那再来是大肠直肠癌 4194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哎呦做多么的便宜啊 你看 从15块9 一路现在已经26块5了 26块5跟15块9的话 16就等于10块6 10块6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他已经是7535 就已经涨了七成了 涨了七成 这就跟大家分享嘛 你有没有看到的结构一个部分 这样有跟你相爱吗 你会想呢 你也想很多事情 我知道你想什么 大家股价就这样上去嘛 那我的桌报上面有告诉你 明年他目标看哪里 但是我这里又不能讲 对不对 是吧 那我就这么多股票都有了 那我就说送一送这个给你嘛 我说这出生段 主生段 那主生段都会到哪里 对吧 这个叫什么 就3419 对吧 股价在慢慢往上走 量先价型 所以这个价比超过这个价 然后再往上量先价型 这个价比超过这个价 下一次要来挑战的就是前面这个价 这样了解吗 那对他来讲呢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很好的契机 以前都不赚钱嘛 今年状况不一样 以前是负0.33嘛 那现在第一季负0.22 第二季正0.111116 0.16嘛 那0.16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是不是又获利了 0.6 0.16吧 这样起来 不断的往上做穿升 这样市场上 你才有把握住 这个关键的一个位置啊 对不对 好吧 那这一个就送给你了 这迎接主生段的行情 掌倍股2023掌倍股 那这一个 你应该已经知道是哪一档了 其实你都也就赚到钱了 OK 好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台积电大同盟 唯一一档 营收联系四个月 创历史新高的是生涯办 他还在这里 然后3443 3443创历 营收三个月创历史新高 他已经股价创高了 OK啦 这个都跟你讲了 那再来生技类股的部分 乳癌6589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不用再讲 然后这一个1795 这个财报好 创高拉回了 然后另外肺癌的6617 6617的时候呢 22号又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 可以去注意一下22号 是不是之前 是不是往上推到这个 这一个所谓的压力线的位置 这个也可以稍微多观察一下 这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大肠吃汤 还叫4194 你们都知道叫和生技 和生技的股价 我们刚刚讲的时候不到20块 现在已经26块了 有没有涨多少 涨了6块钱 涨6块钱 涨6块钱就涨了30 20块 20块6块 三成啦 涨了三成 股价就慢慢的往上走 不稍微吧 好吧 那这个也送给大家 然后这个 这个送给大家 然后时间的关系 这个就送给大家 那我认为他出生段 主生段又往上走 然后要注意的是 Liote的负重群组 那这个群组 这个加进去 前面有个小老鼠 加进去我们有互动的原地 你认得问题 可以跟阿成互互动 可以阿成来问阿成 阿成会回答你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有一个换股的战斗班 就是抢钱战斗班 跟换股战斗班 两个一起并行的 那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祝你操作顺利 再见了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立展 本节目的目的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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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隔壁